現在讓我們來看怎麼樣使用系統的一些回覆函數 在JavaScript裡面有很多很多的回覆函數 在Node.js裡面的回覆函數更多 如果我們今天使用系統函數 以Node.js而言,絕大部分都是回覆函數 而且回覆函數才是正統 那些沒有採用回覆函數反而很多 只要牽涉到輸出路的就會造成一些問題 今天我們先來看一個很簡單的小時鐘的例子 這個例子是使用JavaScript裡面內建的一個叫做 SetTimeout的函數 這個函數是個回覆函數 那SetTimeout怎麼用呢? 我們來看一個例子 在這裡一開始我就呼叫了SetTimeout 然後我傳進一個函數給他 這個函數就是待會要回覆的主角 那SetTimeout第二個參數是一個時間 這個時間代表的是毫秒 那所以我這個呼叫呢 意思就是說在1000毫秒 也就是一秒之後呢 我要呼叫Print Time 那問題是當我呼叫Print Time的時候呢 我會印出目前的日期和時間 new date會建立一個日期物件 然後console.log會把它印出來 所以呢 當他印完日期和時間之後 他又再繼續做一次SetTimeout 這時候呢 又會在一秒之後 然後印出呼叫Print Time 於是他就會每一秒就印出一次日期時間 每一秒就印出一次日期時間 每一秒就印出一次日期時間 那這樣的執行結果 會長像這個樣子 OK node.clock 印出來的結果會長像這個樣子 那我們就來執行一次看看 在我們的現在這個資料夾裡面 已經有一個clock.js 那我就打node.clock.js 那你就會看到OK 他每一秒就印出來一次日期和時間 那於是這個程式就有點像是時鐘的感覺 你可以透過SetTimeout 不斷的回呼 然後一秒到了又再回呼一次 一秒到了又再回呼一次 那做出一種類似時鐘的感覺 當然這種命令列的時鐘是不太有用的 不過沒關係 先學會node.js的時鐘回呼 等一下我們會做一個網頁版的小時鐘的例子 那那種網頁版的小時鐘 在有些網頁裡面就會出現 如果他需要提醒你時間的話 讓你可以看到時間的話 譬如說給你一個考試系統 那考試系統現在還剩下幾分 目前時間是什麼時候 然後再幾分要結束 那這種就是會需要用到像這樣子 setTimeout的回呼技巧 OK 那這個程式不會停 所以呢 我們要按C 強制把它停掉 那這就是回呼所使用的技巧 那在系統裡面有非常非常多的回呼函數 然後再次進行 一點點 也有大量的回呼 感谢观看